美银美铃周四撰文公布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美元技术分析 上面让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好 今天是1月14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美元日元击穿了118.40支撑并收于该水平下方 该支撑在过去一年中对其上行去世构成保护 在逼近8月末低位116.18的同时 回价呈现出高点和低点均逐步下移的形态 美元日元数年声势已经完结 回价后市可能自当前价位反弹 但我们会借此逢高做空 美元日元在121.80有阻力 50日均线在此处下穿了200日均线 美元日元一周图也呈现看空形态 RIS指标跌破支撑后显示下行动能 美元日元或交投于100周均线下方 上升云图底部在114至115.50区域 三角顶表明汇价会跌至112水平 若汇价反弹至120.75 则将是个不错的做空点位 再来看一下欧元美元 欧元美元面临之前所说的阻力 这些阻力是很明显的 短期去市线38.2%回撤位 云图阻力200日均线和长期去市线 都在汇价上方 欧元最大的阻力区域在1.0979至1.1045 长期去市线50%回撤阻力位在1.1119 毕竟阻力位则表明汇价可能走高 虽然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出现 总体来看欧元美元仍维持下行趋势 我们关注1.0836支撑 1.0640和3月低位1.0458 北京时间1月14日11点29分 欧元美元报1.087679 美元日元报117.5558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